今年八月 歐盟爆發雞蛋污染事件 現在彰化縣三個蛋雞場 也被驗出含有芬普尼的毒雞蛋 農委會表示 已經進行了移動管制 並且追回總數約十七萬多顆 上市的問題雞蛋 衛生局雞朝園到新北市的壽山 蛋航依照溯源標籤系統一一盤點清茶 發現有大約2280台金的雞蛋 是來自彰化縣國賀牧場 疑似含有農藥芬普尼 必須全數下架回收 農委會日前抽驗農場雞蛋 發現彰化三個蛋雞場的雞蛋 含有農藥芬普尼殘留 研判很可能是蛋雞場的農民 違規使用芬普尼作為殺蟲劑 才造成污染 所以才會有一些雞蛋的殘留 根據國內動物產品中 農藥殘留容許標準規定 雞蛋不得減出芬普尼 三家違規的蛋雞場 分別是文鎮牧場 國賀牧場以及連城牧場 其中連城殘留量為每公斤153微克 超過歐盟標準的30.6倍 而且這三家牧場全都在彰化線 對此有毒物科醫師擔心 芬普尼被美國環保署列為C級的致癌物 貨量攝取會影響肝腎功能 如果以這次驗出最高含量 每公斤153微克來計算 平均每顆蛋大約含有9微克的芬普尼 60公斤成年人每天吃1.3顆雞蛋 就超過每人每日容許攝取量 60公斤的成年人來算的話 那12除以9.18 意思是說大概1.3顆 1.3顆的蛋 那可能就會超過 那如果小孩子的話 大概差不多0.4顆的蛋 可能就會超過 農委會強調這三個待機場 將進行移動管制 場內雞蛋全數銷毀 並追回總數大約有17萬多顆 上市的問題雞蛋 而為了確保國人蛋品實用安全 農委會已經針對全國2000個蛋機場 全面抽驗 最快週三下午前完成 如果有不合格蛋晴場 將全數下架銷毀 記者賴水明 蔣龍翔 台報道 看得出來說